下一個是剛才講過的事情 剛才講過說 月亮升起的時間 每天會延後50分鐘 因為月球繞地球公轉 然後跟你講 那個跟潮系會延後的原因是怎樣 一樣的 所以潮系也會每天延後 50分鐘 為什麼 因為月球會繞地球公轉的關係 所以因為月球會繞地球公轉的關係 所以潮系每天 都會延後50分鐘 延後50分鐘 就是跟剛才一樣 所以解釋也是跟剛才一樣的解釋 解釋也是一樣 來 國中程度 國中程度 面對月亮跟背對月亮的時候 叫滿潮 我們就考試解題 這樣提就好了 面對跟背對月亮的時候是滿潮 這時候滿潮 如果月亮不會跑 地球轉一圈 還是滿潮 沒有延後 但是月亮會跑 這個時候才滿潮 昨天這個時候滿潮 轉一圈回來 沒有面對月亮 要多轉一點才會 面對月亮才會滿潮 所以叫做延後 多轉一點叫做延後 延後多久 延後地球公 公轉一天的角度 地球要多次轉 月球公轉一圈 圓星角相等 那月球公轉一天幾度 講過了我們把當作30天 我們算它30天轉一圈 然後一天轉30分之一圈 24小時乘30分之一圈 因為月球繞地球公轉的關係 潮汐每天會延後50分鐘 老話一句 聽不懂就給我10倍 聽不懂就給我10倍 背下來 好 潮汐的實際情況 會受到一些什麼地形啊 海流啊 巴巴巴巴的影響 所以 台灣有些地方 每天只有一次滿潮一次乾潮 這個叫做全日潮 整天一次全日潮 一些地方是每天兩次 半天一次叫做半日潮 有的地方是有的時候 全日有的時候半日叫做混合潮 這些名詞高中才有 國中沒有 國中只要知道說 它會受到影響 所以考試題目如果用一般的說法 說每天有兩次滿潮、兩次乾潮 就說它對 可是題目如果打包票跟你說 台灣每個地方每天都兩次滿潮、兩次乾潮 那就是錯 聽懂嗎 普通話說就對 跟你打包票說 台灣每個地方都兩次 它就是錯 它就錯、不對 OK 這個就是波浪圖 我第一次畫這個波浪圖 是為了跟同學解釋什麼叫嚴寇五十分鐘 因為有人不懂 後來發現畫波浪圖有好處 後面要跟你提 來 今天九點鐘滿潮 明天幾點 九點五十 叫做延後五十分鐘 中間還有一次對不對 所以算一個抄在講義上 潮氣週期十二個小時又二十五分鐘要背 潮氣的週期十二個小時又二十五分鐘要背 對 最大的乾潮對不對 再一半嘛 六小時十二分三十秒 再一半 再來 六小時十二分三十秒 OK 背下來 潮氣的週期十二個小時又二十五分鐘 背下來 OK 好 潮氣有很多影響 會影響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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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叫釣魚 因為那個很多魚 會在漲潮的時候 到河口密使 所以那時候去釣魚 會比較釣得到 影響釣魚 然後潮氣可以拿來 衝衝 把一些東西 這樣東西衝都衝掉 然後呢 可以來捕魚 這個地理學過嘛 對吧 石戶 澎湖的特殊的捕魚的方法石戶 這個圖是號稱全世界最美的石戶 雙心石戶 歡迎各位以後帶男朋友或女朋友去看 表示永潔同心的意思 OK 石戶 雙心石戶 這個地理交互也不講 然後還有 港口他潮差比較小 太大不行不好 我去過一次金門 我當年年紀去金門的時候 回來了那一天 一早就上船 我上船的時候呢 甲板跟陸地的旅很近 他還是就上去了 然後上去的時候不開 沉沉沉沉到快要中午才開出去 他開出去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甲板跟船岸邊離了好遠 為什麼 他還等漲潮 他等漲潮 然後船才不會出去 因為會擱淺 所以顯然廖羅湾是一個硬蓋出來的港口 硬滿地蓋出來 等到漲退潮有開始過 他才能夠進出 好 硬蓋出來的 這個應該是李化老師教的 潮汽發電 潮汽發電 能源交往這邊 潮汽發電提一下 就是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 有關於這個 潮汽的影響啊 然後呢 為什麼會延後啊 這些東西 OK